Hé!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來分享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 御天之劍 這是一款之前在微平台上推出的薩爾達傳說系列遊戲 為系列中的第16部作品 當時的巴授也是恰巧啦 25周年之際 所以也有推出相關的原生CD作品 歷經10個年頭之後才有以HD的版本來重新推出 應該也是代表著35周年的系列作品之一 非常期待他的35周年 還會有什麼更厲害的作品來推出 以前的舊副標題是叫做天空之劍 所以應該有蠻多老玩家比較習慣用這樣的方式稱呼他 至於哪個比較好聽就真的是見能見智 不過他雖然說是第16款的作品 但以時間軸來看應該算是薩爾達傳說系列的最源頭故事 可是還是要再三強調 薩爾達傳說系列的作品有蠻多時間軸是相差非常遠的 甚至是完全獨立出來的故事 中間比較有關聯的大概就是林克 他通常都是代表著玩家與遊戲的連結角色 所以才叫做Link 林克 在《玉天之劍》當中也還可以更改主角的名稱 雖然沒有捏臉這個環節 但依然可以跟玩家有更深的連結感 薩爾達則是女神海莉亞的轉身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當中會以不同的方式登場 故事大多也都可以不用承接其他作品 就可以直接了解下去 只是中間有些關鍵 還是可以幫玩家認識更完整的薩爾達傳說系列 相關作品的一些關聯性 關於薩爾達傳說系列的一些時間軸 我這邊有推薦一本舊遊戲時代的雜誌 第13期 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整理的相當豐富的薩爾達傳說系列內容 一直到曠野之息都有 看完應該會對這個作品 整個系列作品產生更多的興趣 一天之間的故事剛開始 林克其實只是一個 飛行騎士學院中的學生 薩爾達是村長的女兒 說實在這時候的林克 看起來好像有點天天的感覺 不過主角的光環永遠是抹滅不掉的 所以在這個遊戲當中 這主角光環還是特別的耀眼刺人 在發生了一遍之後 薩爾達會從天空的洛特夫 掉到大地之中 而林克就剛好是神選之人 這時候發出神秘光芒的女神精靈法醫 一出現就會告訴林克 你就是天選之人 你擁有主角光環 這把女神之劍非你不可 拯救薩爾達也非你不可 所以身為玩家代表的林克 就會跟著降落到大地 開始地尋找薩爾達之旅 傳說中的三個創世神子 在創造世界後所留下的三角神力 跟之後的海拉魯王國大四之劍等等 這些東西都會隨著劇情 揭開後續的一些神秘面紗 那這款薩爾達傳說的作品當中 我覺得比較大的特色應該是在操作的方式 而且HD化後的Switch版本 也同時支援到按鍵操作跟體感操作 玩家可以從兩者選擇一個操作模式來控制它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按鍵的話呢 揮鍵感覺比較卡 但是玩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可以藍藍的躺在沙發上玩那種感覺 體感的話呢 會動到比較多的手部肌肉 因為要揮嘛 所以要動的幅度就不會限縮在手指頭上 可是呢 揮起鍵來感覺還蠻讚的 可以砍得很快又很精準 想要橫砍重砍熟悉刀落 速度呢只有爽快可以形容 不過操作的一些細節啦 還是有點不一樣像我們使用按鍵的方式在操作啊 一般會拿來轉動視角的右類比搖桿喔 就要搭配按住L鍵才可以旋轉 否則呢右類比就會被單純拿來揮刀的使用按鍵 揮刀的話 我覺得還算蠻直覺的 就是往左再往右推就可以推出橫砍 往上再往下推就可以用出縱砍 可是因為每個人的類比搖桿銳利程度喔 那個敏銳程度啦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操作起來也許會有點差異 有時候能面對多一點敵人出現的話 還有可能會比較緊張 然後就可能會使出一些特殊砍法 導致精力大量流失 不能說他不好操作 因為這種操作方式呢 我們還是可以做起來用很貪軟的方式來玩 但是要控制好劍的揮舞方式跟應用特殊的砍法啦 我覺得得要玩上一段時間喔 才有辦法去習慣 那體感的話呢還是會有 就算是用單純的按鍵去操作啦 在環式模式啦 或者是追蹤模式等等的喔 還是有體感的方式可以來移動畫面 只是呢會把攻擊跟防禦這一塊啦 變成用按鍵來操作 那用J.Con來玩呢 老實說 真的很爽 因為他的揮劍速度實在是有夠快的 手只要握著那個J.Con狂砍的話 裡面的靈克呢就很像刻到興奮劑一樣 動作超快的去揮那個女生之劍 而且想要斜砍重砍橫砍往前戳呢 都是很直覺的 握住J.Con用什麼方向去揮舞喔 就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 左手呢則是負責盾的操作 只要舉起來就會高舉盾牌來防禦敵人的攻擊 像一些比較特殊的砍法啦 也會變成兩隻J.Con一起揮才會出現的效果 那比較不會出現一些像霧砍的狀況 導致沒掌握好精力這個部分 不過我有進去選項看了一下 左右手呢好像沒有辦法調換 所以左扁著玩家 就得習慣一下右手來揮劍 左手來拿盾 而且啊高舉女神之劍這部分喔 要用御天之氣的時候啊 有時候歪掉也會影響到集氣的過程 這點如果太嚴重的話呢 就要記得重置一下陀螺儀喔 會有比較好的體驗 那當然如果說重置這個陀螺儀喔 還是怪怪的 那可能你的手法就會有一點問題了 講完操作呢 J.Con一定要講戰鬥 因為他算是配合操作衍生出來的一大特色 遊戲中會遇到的敵人跟障礙啦 有很多都有方向性的弱點 必須要應用橫砍重砍斜砍等等的方式來破解 才能夠給予有效打擊 像是呢有些飛比較高的敵人 我們可能就要用重砍的方式去攻擊他 然後初期我會碰到一些像死人化的敵人喔 他會分成橫向張口跟撞向張口 只有順著他的嘴巴方向去揮武器喔 才能夠給予傷害 不然面對我們的攻擊呢 他可是會無動於衷的啊 那這一點呢跟一般的動作遊戲比較起來 算是比較不能夠簡單的閃避啦 攻擊等等 一定要針對方向性的弱點來去打才可以 如果遇到不會打的敵人 這時候可以按個ZO去凝視敵人 召喚法衣呢 來分析他的弱點 這樣子再打起來才會比較有效率 那法衣的話 除了會帶一些劇情以外 在遊戲中也算是一個高級的隨身秘書 萬一遇到有問題的狀況啦 都可以召喚他出來問事 像是現在主要目標啦 建議啦 還有身上攜帶東西的分析啦 分析敵人的弱點啦 使用amiibo 都是使用法衣的召喚來請他幫忙 那amiibo的話 我也有隨手拿了一些來刷 不是特定的amiibo刷的真的不會有任何效果 如果之後刷了特定amiibo啦 應該是可以通往天空與地面的任意們吧 就是當成這個樣子來使用 但我還沒用 之後呢 如果用的可能會分享在FB或IG 當然沒追蹤的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不對 如果說只有洛特夫飛鳥跟這版的薩爾達可以刷 那會不會這個amiibo又漲價 薩爾達傳說系列的遊戲呢 雖然說大部分都是被掛在動作冒險遊戲的類別上 不過實際上呢 他們的解謎成分真的是相當的重 而且遊戲中可以操作的動作 通常都還蠻多的 像是這款御天之劍啊 剛開始玩就可以體驗到一些攀爬跳躍移動場景物品 盪繩索氣流上升的一些動作 有蠻多的移動操作方式都會關係到遊戲的進行 但安排上來說我覺得都還算是直覺啦 不會有什麼太惡意的狀況產生 只是靈克在游泳的時候我怎麼覺得都好像是用單手在游而已 動作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還是這個是另有安排另有蹊蹺 包含道具上的應用啊也是有做出一些物質特性的差異 像是木盾的防禦啦就比較弱一點 然後呢會比較怕火 跟後來的礦野知識安排呢都是非常相似 那當然遊戲中也有許多素材可以收集 完成了一些特定素材的收集之後啊 就可以幫我們的道具裝備去升級 就連補血的藥水啦都可以利用素材去調而升級喔 對於未來的冒險肯定會有更大的幫助 那最後再來講一下視覺跟聽覺的體驗好了 這次的內容呢雖然是Wii版的天空之劍 但經過強化之後的HD版本啊 看起來算是蠻讓人舒服的感受 雖然精細程度不是到非常好 但是有蠻多臉部表情都還是可以感受到這些角色的喜怒哀樂 而且在地圖上跟一些選單上的感受啊 也隱隱約約的有一點點紙片瑪利歐的那一款遊戲的風格 不過場景上的樣式擺設啦包含物品大小喔 角色大小的比例啦跟介面啦文字上來說 我覺得玩起來是可以非常舒服的感覺 就算是使用掌機的方式玩喔 也不會有什麼物品太小文字太小的問題出現 音樂音效則是中規中矩 大部分的場景我覺得感受起來都還算蠻輕鬆的 而且林克呢也是保持無話可說的狀態 一切的安排啦我想應該都是要讓玩家喔 可以待在這個遊戲中去體驗他的感受 所以啊如果說是有興趣的玩家啦 就趕快就買一條香香的女神披肩 而不是是玉天之劍才有玩一下 如果是已經開完的朋友啦也歡迎分享一下 你比較習慣按鍵玩還是Joycon的體感去操作 我自己說實在的永蘭玩遊戲還是比較喜歡純按鍵 但體感的快速揮刀流 好爽耶怎麼辦 話說這個在玩體感的時候 真的實在是有一點特別的感覺啊 因為在揮起來的動作真的非常的重樂 而且你在使用那個 玉天之劑的時候啊 手還要舉在上面有沒有 雖然說這樣舉就可以了啦 但是舉起來我覺得真的會有一種 比較 中二的那種感受 好那我們這次的薩爾達傳說玉天之劍HD版本 它的方面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遊戲有支援到一個人單機來使用 所以不管三個模式哪一個模式都是一樣 另外它有對應到amiibo 但應該是特定的那兩隻而已啦 所以價格到底會不會被弄漲起來呢 有訂的真的還不錯 我忘記買了 到時候來訂一下 另外它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遊戲的卡夾呢 這次裡面是牙板的卡夾 那其實我整個在玩起來是覺得非常不錯啦 因為薩爾達傳說其實一直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內容非常豐富 而且它的解謎的非常多 所以你玩起來呢 也不需要到非常的緊張 基本上像我這種動作比較慢一點的玩家來講啦 這種遊戲就比較不會說 玩到很難受的感覺 因為它有時候呢就是希望你動點腦力 然後稍微繞一下 稍微去思考一下怎麼解決 就可以來推進它的進度 那這次還有附上一個這個 磁鐵的部分 其實這磁鐵真的還蠻多的 因為最近的系列真的有很多都是送這樣子的東西 只要是任天堂本價的東西啦 好像都以這個來搭配 但我覺得還算不錯 因為這個女兒超愛的 他現在收集了一大堆 到時候這個應該也是都給他 然後呢這次我有買了他們的Joycon 剛好幫我把這個壞掉的Joycon啦 稍微的更新一下 因為我的Joycon呢其實已經被抄了 大概第一組是四年 第二組應該接近四年 所以 幫我的Joycon推移一下 來換一下 但是這一組呢 我之後應該會搭配別的主題喔 再拍一個 簡單的開箱 然後再搭配那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說有好奇的 也可以之後呢 來看我那支影片 好不好 那這次的薩爾達傳說啦 我自己覺得 還算推薦很多對於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裡面的東西喔 會有一點點 連結感 就是我可能會看到說 原來某一些東西是這樣子 被成型出來的 雖然說呢每一代當中的故事啦 跟實際上的薩爾達 是有點不一樣的 但實際上呢 你在玩起來 還是會有一點點 那種 似乘相似的感覺 OK 那如果說真的喜歡的啦 我覺得還是自己入手去玩喔 剩下的故事呢 就會給大家自己去好好的體驗一下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希望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你的YouTube頻道 我是Loka 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